我們現在要上個內容叫做電與生活 第一件事要介紹是直流電跟交流電 來 能夠提供電的裝置叫做電源 有直流電源跟交流電源 電池叫做直流電源 還有固定的正極跟負極 我們代號請做DC 中文叫做直流電源 英文代號叫DC 他有固定的正極到負極 我們前面講過了電流怎麼流的 正極流到負極 我也跟你講過我不喜歡你們跟我講 正極到負極 因為這樣沒有回入 外面是從正極到負極 裡面是從負極到正極 像這個所顯示的一樣 然後所以他有固定的正負極 所以他有電流固定的方向 所以這種電叫做直流電 還有電流有一個規定的方向 從正外面從正流到負 裡面從負流到正 叫做直流電 直流電 那麼直流電的好處是 很多東西都要用直流電 你一般的 你一般隨身聽啊那東西都是要用直流電 放電池都是要直流電 OK 我們要交的電解電路也都需要直流電 那我們交的電動機也是直流電動機 直流電動機 OK 直流電比較安全 我上課有提示過 但你是不是變得是電壓 電子你的是電流 直流電話以電池需要電流比較大 交的電話以電池需要電流比較小 所以直流電比較安全 它的危險性相對的很小一點 然後但是它有缺點 它不容易改變電壓 這是我們在學期要教的 它不容易改變電壓 不適合做長途運輸 台灣現在都這樣教 直流電不適合長途運輸 但是有人告訴我了 現在國際上 那種超長範圍的 國際的 這種電運輸 都是用高壓直流電 這個偉大的學問 我們國中生不知道 也不用理他 我們就是學 直流電不適合做長途運輸 長途運輸 OK 所以現在都用交流電 因為它容易變壓 後面要加考試用卡 這個叫做台電公司跟我們的電 上面有個圖 它就是時間跟電流的大小的變化 就發現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大小會改變 第二件事情是方向 有上面跟下面 方向會改變 這種電叫交流電 它的方向是會變 它沒有固定的正極跟負極 它會掉來邊去了 那這種發電機叫做交流發電機 我們上課教你的發電機就是交流發電機 它產生交流電 這個交流電的電的大小跟方向都會發生改變 都會發生改變 那麼這是教導它的規格 它的規格 它叫AC AC 交流電源 中文叫做交流電源 英文 它就講 AC代表交流電 AC110伏特 交流電接110伏特 所以 這叫做交流電 交流電 OK 交流電有它的規格 台灣的交流電的規格就是 110伏特或220伏特 後面會教你 什麼情況 110伏特 什麼情況是120 後面要教的 然後這裡有個變換的頻率 對不對 頻率是60赫茲 那個那個叫做什麼 發電機 每秒鐘轉60圈 每秒鐘轉60圈 60赫茲 所以這就是台灣的交流電的規格 台灣的這個 別的國家可能連起50赫茲或怎麼樣 跟我們不一樣 然後電壓也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通過就是110或者是 220 後面教你什麼情況是110 其實就算是120 來我們把它講完 那交流電剛剛講過 因為它容易變壓 所以可以適合 長距的運輸 為什麼 長距的運輸要能夠變壓 後面要交 後面要交 所以它能夠 把我的電可以傳得比較遠 比較遠 比較遠 那它的變壓的原因就是 電磁感應 我們後面會交 所以這個變壓器 國中 只交到這裡而已 變壓器 可以改變變壓 用的是電磁感應 沒有任何的計算 如果你的50難老師 你的參考書 有跟你寫公式的 通通不要理他 我們國中生 沒有公式 只知道說 我用電磁感應的原理 來做改變 電磁感應的裝飾就夠了 就可以了 那麼最後 就是個整流 變壓器 就是你們現在 黑黑那個 黑黑那個 黑黑要整流變壓器 有兩個功用 一個功用 整流 因為我需要 直流電 所以把交流變成 直流 是 第二個 變壓 我的隨身體 比如說我只需要 10伏特 你看不會那麼高 我講說我需要10伏特 可是你那個是110 說110變成 10伏特 所以他有一個 兩個功用 一個叫整流 一個叫變壓 然後 介紹 這個 交流電做實際上會什麼事情 我們要交電解水 一管清晰一管氧氣 幾七米 2比1 如果你用交流電做 就得到兩管完全一樣的氣體 都是氫氧的混合物 以及一樣 以及一樣 我們會做電流磁效應 通電之後會有磁效應 磁度會偏轉 你用交流電做 他就會 一下偏左 一下偏右 然後每秒鐘換60次 董哥你看不到他 他在 他在動 他在動 OK 我們會交電流磁效應 線圈裡面放鐵棒 通電之後 鐵棒會變磁鐵 如果你用交流電做 他就沒有磁性 沒有磁性 可是燈泡沒差 燈泡沒有正負期 所以你用交流電會量 交流電他還是 會量 還是會量 就是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 用交流電做實驗的 這也有人問過 下課